消费信息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 台湾烘焙的产业年产值有超过500亿元 而中秋月饼呢 则是高饼业年度最重要的档期 不过呢 面对原物料的高涨 高饼业者现在已经是hold不住了 不愿居民的高饼业者就指出说 今年市售的月饼平均涨幅高达了10% 就算价格不涨 可能也会有大小内线缩水的问题 而业者就预估 今年中秋节的月饼市场 销售量恐怕会衰退两成左右